记者杨国文台北报导 新政院前秘书长林毅是因涉滩 二审被判刑13年半 以上诉三审被控洗钱的林七彭爱家 左类撒高院法庭 他已终是指派他下周赴中国采访为由 恳求法官钱建荣将他解除限制出境出海 否则恐影响工作权 高院认为彭女仍有逃亡可能 他被尽管原因人在这项采访可由其他同事代替 不一定非要彭女却不可经驳回他的申请可抗告 彭爱家昨庭讯表示 一二审都或判无罪 至今已被限制出境五年多 没道理一直被限制出境 而且目前全家只剩我一人在赚钱 林毅是在准备洋医师考试 因中是很重视两岸交流活动 他担心若无法配合中士指派他带队采访本月十六日 在中国湖南举行的乡台经贸交流会会影响公司对他信任 工作权将因限制出境之事而受到侵害 高院法官前建荣经财定指出 林毅是贪毒案中彭爱家被起诉洗钱罪嫌 摄影逆林毅是所收受的赃款 林毅是或彭女都不排除有逃亡可能 且此案仍在三神审理中仍有发回更神可能 尚有限制出境出海必要 此外 彭女已被限制出境五年多 中士仁于今年六月任用他担任采访主任 可见彭女是否出国采访并非公司高层所在意 加上彭女又表示不愿紧就此次出访的单一个案 以具宝方是或暂时解除限制出境 而是坚持要永久解除禁止出境 深着该采访形成乡台经贸交流会的重要性 认为应可由忠视其他员工代替彭女前往 应不至于影响忠视对她的信任与器重 不会影响她工作权 因此今才定不会解除禁管的申请